从台湾九合一大选结果亵渎两岸关系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 BBC中文报道 2018年台湾选举结果尘埃落定 版图由绿地变蓝天 国民党颁回议程 赢得超过三分之二地方席位 民进党遭受重创 现任总统蔡英文辞去党主席一职 这个结果对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有何影响 蓝莹会否派出成功令深绿高雄变色的韩国瑜竞逐总统 蔡英文会否继续代表民进党竞选2020年的总统呢 这些都是未来台湾内外十分关注的话题 虽然今次选举重点并非两岸政治议题 选民更倾向于民生经济等方面的诉求 但从结果来看 其走向却可能导致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对记者表示 民进党今次失败的原因在于选民对蔡英文政府改革进程的不满 例如劳工政策一例一休同性婚姻等议题 他原本的支持者本身对改革的方向表示赞同 然而当社会有反对生硬时 他便减缓了改革的步伐 黄兆年说 本来反对他的继续反对他 而本来支持他 也因为不满他改革速度 也不支持他 结果两边不讨好 而相对的 这次选举中国民党利用了以公投绑大选的策略 透过一些社会关注的公投议题 动员了一些潜在支持者 这些人原本不一定是国民党的忠实选民 但受到公投议题带动 被动员出来投票 进而可能支持了国民党候选人 虽然经济名声被视为这次选举的主轴 但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 英国剑桥大学新兴强权中心研究员陈以信对记者表示 两岸因素在今次选举中也占一席位 不过不是水面上的问题 而是水底下的暗潮 他认为这次选举展现了选民对两岸经济层面的想法 而不是单纯的主权 谁属统独争议的政治问题 他以高雄市市长当选人 韩国瑜的竞选口号 或出的去 人尽得来 高雄发大财为例 人尽得来指大陆游客 或出的去 也是讲产品能够往外销 这些口号的背后 都是讲两岸经济往来的好处 他说 今次选举结果 显示了人民对于陆克减少 两岸经济断裂并不满意 所以蔡英文总统应该调整经济层面的两岸政策 不过他认为蔡英文属理想派的人 不一定会跟民意调整两岸政策 对于今次一些国民党人淡化党派背景的方式参选 陈以信认为 这个现象不单纯是国民党 民进党的一些参选人也把淡化党的色彩 此外 国民党党中央对各地候选人的支持资源非常少 所以很难要求候选人要亮出国民党的招牌 不过 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伍岳认为 这次选举虽然国民党有所进账 但国民党也没有获胜 因为这次选举中 国民党的人能够当选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是典型传统的国民党候选人身份而赢得民众 不是他们代表国民党或是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得到民众认可 他认为这次民进党的失败是选民以民生经济做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民进党政府在一例一修政策非核家园空污议题等方面 也不容易得到民众认同 但将大学学者黄兆年认为 这次选举结果令国民党气势大增 在未来总统选举可操作的空间也变得比较大 他认为党主席吴敦义或因今次选举暴劫 成为潜在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人选 而上届输给蔡英文的新北市原市长朱立伦 其副手侯友宜今次亦顺利当选新北市市长 令朱立伦也可能再次参选 至于韩国瑜能否凭韩流声势在下一城呢 黄兆年认为这取决于韩国瑜能否在高雄做出成绩来 他竞选时的口号政策愿景 是否有成真落实的可能性 将影响国民党在总统选举的部署 然而韩国瑜本身在这次选战中 刻意淡化了自己国民党的色彩 他不是典型国民党代表或是核心政治人物 他能否团结党内各大势力值得关注 国民党前发言人陈以兴认为 新北侯友宜高雄韩国瑜和台中卢秀燕三人成功当选 出现了将近300万票的三大地方诸侯 再加上其他县市长其他地方首长 相信会慢慢重新重组党内领导机构 可以为国民党带来新生的力量 他认为如果国民党派出团结的组合 是有胜选的希望 不过他说目前看不出来这会是什么样的组合 不过暂时不认为韩国瑜会参选总统 至于民进党方面 陈以兴相信民进党内部会出现挑战蔡英文的竞争者 但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月认为 这次选举结果带来其中一个不确定因素 就是蔡英文会否继续代表民进党参加大选 又或是如果想寻求连任 会否改变其两岸关系政策论述和主张 而黄兆年想法有所不同 他认为民进党要换江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蔡英文更有胜选可能的人选 否则换掉参选人会带来不确定性和成本 他说目前对民进党有不满的支持者 并非源自其执政的方向或是价值的方向 而是对其做法的不满 所以民进党重点要找出今次败选的原因 并知道如何相应处理去游说台湾人的支持 韩国于府当选高雄市长便说承认九二共识 要建构两岸工作小组 希望条条道路通赚钱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就积极回应 欢迎更多县市参与两岸交流 但将大学学者黄兆年分析认为 许多台湾选民把这场选举的重点放在经济名声之上 投票给该名候选人也不代表是支持其两岸路线 黄兆年说台湾的选民没有深刻意识到 地方政治与两岸政治 没有地方归地方两岸归两岸 造成的结果就一定让北京可以透过地方建立沟通的渠道 来影响台湾社会经济政治 黄兆年认为 北京目前对蔡英文政府采取已读不回的策略 关闭了沟通管道 推出会台政策居住证等等 都直接面对台湾企业和个体 如今国民党又会为北京创造了新的管道 从地区层面让北京可以增加在台湾的影响力 以结合地方势力来包括台湾的中央政府 而美国等外国政府 亦可能把这次选举的结果 视为台湾人对蔡英文政府两岸路线支持度的指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不变 美国坚持基于美中三个公报 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 期待与新旧各方合作 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 值得留意的是 十项公投其中一条 是问台湾选民 是否希望以台湾名义 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 最终有超过570多万人不同意 多于470万个同意人数 不会通过 黄赵年认为 这可能会令国际社会产生误解 他估计大部分台湾人 仍然希望台湾能以台湾取代 中华台北的名义出赛 但担心一旦投下赞成票 会令台湾选手无法参赛 前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则认为 这项公投是理想派和务实派对决的指标 务实派希望保障运动员的权益 理想派则希望无论如何都以台湾名义参赛 这次是务实派险胜 他认为美国很在乎这项公投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墨建在投票前与蔡英文会面时 表示美国在冬奥正名仪式上帮不上忙 陈以信认为这是一个客气的说法 实质就是美国不支持公投这件事情 因为这项公投通过的话会被视为台湾主动挑衅大陆 蔡英文维持台海现状的承诺便会受到质疑 美国的政策也会被挑战 另外备受关注的还有反同公投案获得通过 另外借质疑台湾作为平权先锋的形象有所违背 黄赵年坦言他对这次公投结果感到意外 公投的结果让我觉得有点担心的地方是 台湾人在这个进步价值的坚持上 并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强烈 甚至于保守生硬还占着多数 他说两岸关系美中关系 说到底是威权跟自由之间的一个竞争 但如今的公投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在国际间的软实力 因为台湾在普世价值上的选择 是美国等其他国家支持台湾的道德上的理由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比路之解放军为何要袭击中国领事馆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 BBC中文报道 位于卡拉奇繁华地区的中国领事馆被袭击 造成7人死亡 比路之分离主义组织比路之解放军的武装组织 已承认对袭击负责 比路之分离主义者警告中国政府 不要再借中巴经济走廊的名义 强占比路之省的自然资源和土地 否则他们会再次发起袭击 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宣布 中巴经济走廊改变了巴基斯坦 尤其是比路之省通过这一项目将在包括 比路之省在内的各个地区进行大量开发 为这些地区带来繁荣 例如中国政府将接管比路之省的一个港口城市的运营 声称这将成为该地区繁荣的象征 如果这些说法都是真的 并且中巴经济走廊能保证比路之省的发展 那为什么比路之的一部分人要反对该项目的投资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准备好为此而杀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 不仅是激进的极端主义分子反对中巴经济走廊 一些手无寸铁的民族主义团体和领导人 也反对这些在比路之省的投资 那么这些比路之民族主义团体的问题是什么 中巴经济走廊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08年巴基斯坦人民党当政时期 当时的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多次访问中国 因此瓜达尔港口运营部门从新加坡公司变成了中国公司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政府不接受人民党领导的主张 参议员巴洛科是来自比路之的最强烈声音之一 他说人民党的领导决定了瓜达尔的命运 但这个决定不能让人信服 前人民党政府违背了比路之人的意愿 允许中国海外港口控股公司在瓜达尔港建造博位并运营 这一过程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透明度 这一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新加坡港误局 在前总统扎尔达里面前给了一家中国国有公司一份有争议的合同 当时并没有比路之省的代表在场 这是对这项投资的核心反对意见之一 比路之政治领导人和激进组织认为 在决定比路之省特别是瓜达尔的命运时 伊斯兰堡没有让省级领导层充满信心 这些省级领导甚至都不知情 此后 谢里夫派政府召集了不少各方参与的会议 并向比路之省的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介绍 但是长时间内形成的不满并没有被消除 巴基斯坦的每个家庭都使用天然气 但在比路之省的许多房屋中没有这种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 天然气在巴基斯坦被称为随气 并以比路之省的随地区命名 针对这种现象 一个有力的反对意见是 一个生产这种自然资源的省份 为什么仅能获得这么小的销售份额 巴基斯坦政治观察家并没有给这个争论足够的关注点 但比路之民族主义者一再提出这一话题 称中国和联邦政府将占据他们的自然资源 导致当地人没有机会利用自己的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比路之民族主义者是中巴经济走廊 为占据其自然资源的计划 瓜达尔正在快速变化 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还没有看到变化 港口安装了新机器 修建了道路 建造了新的建筑物和殖民地 但居住在瓜达尔镇的当地人渴望的是很简单的东西 比如供水 瓜达尔的唯一供水来源是阿克拉姆大坝 此前阿克拉姆大坝曾经为该镇供水几周 但此后当地人接水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另一方面 从中国和巴基斯坦其他地方来到这座城市的工程师和其他官员很多 但这些官员中的当地居民比例很少 在这座城市运行的许多其他项目都有这个同样的问题 比路之民族主义者说 他们没有在工作和商业机会中获得应有的份额 另一方面 政府表示没有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并熟练当地的人选 因此无法给他们提供工作 这场辩论几乎是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一个被引发的问题是 谁来为这一地区的穷人和贫困人口提供技能和教育 在整个比路之省 军队检察站一直是武装分子 政治家以及比路之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这些检察站大多数是在前军事独裁者佩尔维兹 穆沙拉夫计划对比路之民族主义领导人 布格蒂进行军事行动期间创建的 在一次行动中 布格蒂被杀 军方此后在当地 新建了很多军事和准军事检察站 政府声称这些检察站 是为了保护这些偏远地区的当地人 但比路之民族主义者声称 这些检察站是侮辱当地人的象征 巴洛科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区域将需要主要的安全设备 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将会增加 因此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会产生更多问题 该地区也有许多非比路之安全部队 包括边防部队和海岸警卫队 遭受政治压迫的比路之人们担心 这个地区安全部队的增加 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到时 他们的生活将直接受到影响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党惨败 北京对台湾影响达到新水平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 德国之声报道 蔡英文的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惨败 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台湾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成功的 此次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分析人士给出了各自的看法 台湾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败北 被观察人士视为对蔡英文总统的抗议 质疑她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一系列不受欢迎的内政改革 在中国对台湾施压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蔡英文将自己和她领导的民进党视为民主的支持者 而中国则将台湾视为自身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有一些台湾选民认为和北京日益恶化的关系已经损害营商环境 而另一些选民认为她的态度过于温和 在经济停滞不前 工资增加不抵 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蔡英文削减养老金和减少公共假期的政策 加剧了民众对经济停滞的挫折感 分析人士认为 国内问题是选民惩罚蔡英文及其领导执政的民进党的主要原因 此次大选结束后 民进党在地方政府的关键席位减少了一半以上 而与北京友好的反对党国民党所占份额则增加了一倍以上 然而 由于与北京关系恶化 而导致商贸受到打击的担忧 也在此次大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中包括自2016年蔡上任以来 中国游客数量急剧下降的现状 北京试图通过加强军事演习 偷列台湾的盟友国家 并成功说服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国际企业 在其网站上将该岛列为中国的一部分 来惩罚蔡英文和她支持独立的党派 有分析人士认为 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投票结果中发挥了作用 所以蔡英文如今需要重新调整她的政策 但是 虽然台湾选民希望得到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证 但他们不希望台湾过于靠近北京 之前的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越走越近之后被赶下台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分析人士苏利文向法新社表示 想要在平衡对华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同时 保护维持台湾的身份与地位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蔡英文还需要安抚自身民进党中支持独立的派系 蔡英文的官方立场是维护两岸关系的现状 而这是其党内独立派所不喜欢的 北京方面表示 台湾地方选举的结果反映了广大台湾民众希望 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 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如是说 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可能会认为最新的台湾地方选举结果 证明了其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成功 这种方式为台湾企业家和企业提供了经济上的激励措施 并为支持台湾是一个中国一部分的城市和县区提供了财政支持 国立政治大学的政治分析师黄奎博表示 国民党在此次选举中胜出 可能会让中国方面认为它的宣传策略非常有效 它预测选举过后 中国对台湾的大方政策可能出现缓和的迹象 对北京干涉选举的指责 主导了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的此次选战工作 他们指责中国用假新闻发起了进攻 北京方面对此矢口否认 台湾调查机构目前正通过为候选人提供竞选资助的调查 来评估中国方面对此次台湾地方选举施加的影响 诺丁汉大学的苏利文表示 中国在台湾选举中的影响在侵扰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他补充说 外部干预将成为2020年台湾大选的一个因素 与台湾最强大的非官方盟友和主要武器供应国 美国的关系已经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变暖 这是北京的另一个痛点 分析人士表示 当前台湾选举的结果不会令美国担忧 因为统一或独立问题并未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黄奎博表示 美国在台协会 也就是实际上美国驻台大使馆就外部势力企图影响公众讨论 散布虚假信息的表态发出之后 华盛顿有可能会着重关注未来中国对台湾所起到的干涉作用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自由派为什么在茅安英的忌日吃蛋炒饭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有网民将中共前领袖毛泽东长子茅安英的忌日作为感恩节 并号召民众吃蛋炒饭庆祝 毛派人士指这是自由派领袖家族的恶毒污蔑 但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以反讽卸购民众的想法 网民们在贴出大量蛋炒饭的图片 并声称要以此庆祝11月25日的中国感恩节 而一些网民亦别出心裁 将毛泽东、毛岸英和被指炸死毛岸英的南非空军飞行员的照片 和蛋炒饭放在一起 特别庆祝中国感恩节的原因 北京一间大学的教授郝先生解释 民间将毛岸英死记作为感恩节的原因 并指类似的传播现象 其实反映了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真实的想法 郝教授说就是一碗蛋炒饭的故事吗 那天他非要吃蛋炒饭 他自己用一个煤油炉在那儿炒 结果冒出烟来了 联合国军的那个飞机就扔了燃烧弹 毛岸英死了 大概还死了两个干部 而且有人都考证过的 是一个南非的飞行员 毛岸英不死 中国不就成了毛二世 毛三世吗 是感恩联合国军把毛岸英给炸死了 是借用的这个词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吃蛋炒饭 我忘了碰巧我今天中午吃的蛋炒饭 然后他们说 啊你这个是天意 自由派人士谢周认为 这种倡议最开始应该是来自民主人士圈 这件事传播很广 但官方还没有彻底封杀 这一位助官方对涉及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管控 不像对涉习近平的言论管控那么严厉 谢周说应该说是圈内人搞的 第一年看到的时候我也没弄明白 没有遮罩的话说明不敏感 骂习近平的抓了不少人 骂毛泽东那些事情没人搭理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愿意过问 观察人士张永宁指出 用含蓄和婉转的方式表达不满和抗议 是网民们在压力之下的行为艺术 只要有一定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些内容的真正意图 同时意识官方的监控和打压变得更为困难 记者发现毛派人士对这种针对毛泽东家族的反讽 强烈不满 曾和毛泽东家人有联系的毛派媒体人士陈洪涛认为 这是右派策划的恶毒污蔑 同时他认为毛泽东的家人对这些不会理会 但他指出已经很长时间未能与毛泽东的亲属取得联系 他一晚去协助联系毛泽东亲属的要求 陈洪涛说一听这个立场那还是右派搞的事吧 毛岸英那件事根本不是他们这种恶毒的心理去猜测的 这种说法人家可能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吧 我好长时间没跟毛泽东的亲属联系了 因为他们现在身体都不太好 他的电话我一直都打不通 我估计住他们现在可能和外界啊很少联络 1950年11月25日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前去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时 遭联合国军飞机轰炸身亡 其后有报道称 他死亡的时候正想用高级将领在前线一难以吃到的蛋炒饭 岸英的死亡被指示中断了毛泽东家族 世袭最高权力 自此蛋炒饭一词被用作讽刺毛泽东家族和中共的朝鲜政策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 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